来,前场都有大一点声哦 3,2,1 9月19日,随着一声铜锣声在归瑞剧场响起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香港日活动正式开启 活动主打多元,特色展演吸引人们驻足观看 香港园位于北京市园会中华园艺展示区 以对比城市为主题 巨幅的摩天大楼浮雕 特色的港式霓虹灯招牌 兼具实用于观赏的植物 穿行其中,人们可以感受到香港特有的城市耕种面貌 我们在香港里面除了要平常共享的植物以外 还有可细用、可可越用的植物 因为它们也有很特别的美学效果 比如说我们说的苹果树和植物 我们吃的葱啊、薄壳 你在家里可以种植 然后用来炒菜 据介绍,香港日活动为期三天 为配合香港人对比城市的主题 其间,来自香港的多位青年艺术家们 将带来15场独特的歌舞表演 包括一些节目 每个人都可以建筑自治的家园 在不管是你的地方大或者是少 但是心态是很重要 我觉得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这个经验 搭回香港的话 我们就应该是快乐一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